今天是5月21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16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盘面 出现了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 那么接下来这个位置该怎么办 往下压了是机会还是风险 昨天强势的品种 今天开发很多都就被按了 那在这种行情下 我们该跑路吗 该割路吗 还是说 调整 急跌急杀 我们可以考虑抄底加仓 尤其是昨天的房地厂板块 出现调整后 今天迎来冲高的动作 并没有出现连续的下刹 那么这个方向能不能抄底的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平均区一波 巴巴巴支持一下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 大家会比较纠结的 昨天还跟大家说过 A股反弹是属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那么他没有重磅利空的影响下 他会什么继续震荡走高 有机会冲击3000号 但是现在的行情是什么 是直接低开震荡 那么这里怎么理解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有纠结 大盘给大家说了很清楚 现在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震荡后然后继续冲高 不断的拔高这个指数 就这么个节奏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只要记住一个细节 轻指数中个股 只要你把握住个股的方向 把握住板块的方向就对了 板块目前这个市场确实让人非常之难做 为什么说非常之难做呢 大家看现在这个跌幅不是很大 对不对 跌幅不很大 但是跌的票很多呀 你看上等指数现在跌的是十三个点 但是有4000多张票时下跌的是绿盘的 这个就非常难了 对不对 在操作上面大家要注意 现在这个行情下 其实它都在做轮动轮换 大家在操作上面一定要保持理性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这大家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个点 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气在不断的怎么不断的回暖 但是个股的话操作难度非常之大 就是在操作这一块 追高这一块 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为什么呢 我天天跟他讲 天天跟他讲 对吧 急跌可抄底 做个差价 做个低息 急拉撑高了 跑路减仓 再截到这个策略 跟大家说很清楚 但是很多还是不理解 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房地产 对吧 这种类型的票 你看昨天是什么 直接备案了 那么昨天是第一开高度了 昨天还有人问我说 哎呀 欧阳先生 能不能去什么 能不能去做个接盘 能不能去做个低息 还有人跟我说 哎呀 我要把根入 那现实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今天直接第一开高度 还记得我昨天跟他说过吗 如果你去做短线 那么在五日均降线附近 你是可以考虑怎么样 考虑做一个低息前伏的 做一个博反出反弹的 是不是这节奏的策略 跟大家说了很清楚 你看房地产板块 今天找盘在是吧 第一开直接就冲高了 所以从朋友们 在操作上面是一定要注意这些 细节注意这些变化 好 我们再看房地产板块的话 它个股其实也是属于轮动轮化的 你看今天涨幅就起来是什么 鱼开发和新华联 领发一百鱼开发 它就是什么 突然就捞了起来 就属于什么反暴板 对不对 还有你看像新华联 它今天是突然就捞了一个 什么捞了一个涨型板 这种就是什么 其实这种往往预设什么 是轮动补涨 所以说难度是比较大 大家不要盲目的轻轻的去抵 现阶段的房地产行情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有资金关注 也有利好加持下的一个超跌反弹 就是一个轮动反复的一个过程 持续性不好 但是个股离心的有一些机会 大家能够抓住就好 切记切记去追 我觉得以这把以缩量回踩为重点 好那你除了房地产之外 你看昨天的 方向强势的今天出现坑人了 那比如说昨天强势的是谁 黄金 黄金昨天是 高开高走 直接上涨4个多点 今天是低开低走 目前颠覆是2.74 直接就把大家给按下来了 昨天还给大家说个这个黄金方向 黄金为什么会涨 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 以及这个卸货价格的一个上升 所导致了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 看这个大家明白没有 这个是纽约金的走势 大家看一下 纽约金的现货在昨天是冲高回落 今天目前是属于撒跌的 所以这个方向跟什么有关系 跟这个现货的价格有很大关系 我前期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如果你去操作这个方向的话 你就结合现货价格来看 但是整体趋势 它是属于上上的 趋势并没有坏 这里是不是给他一个什么 一个机会什么机会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的 不然有低点有杀到低位的支撑 可以潜伏做博弈反术反弹 但是吉拉冲高了怎么样 不能轻的去追 你看昨天追高的 我估计今天是扑晕在厕所了 这里我再次再次的强调大家 就是 现在这些方向都是受消息化 影响比较大的方向 利好一来 他可能就冲了就涨了 但是利好一过去 他就被按了 整体来说 他的反复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所以在操作上面就不必要 冲动 当然并不是这个方向不行 我觉得这个方向没准完 后期的话还是有机会 继续的什么继续的反弹 冲高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昨天强势的品种 黄金 贵金属这块跌了 大家看昨天大盘的工程 所以中枝头 对不对 大盘昨天能够反弹 能够拉起来 昨天的中枝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好了 你看昨天中枝头涨了 今天中枝头什么 目前是属于下跌的绿盘的 是不是发现问题 低开低走直接往下压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我说中枝头走什么 中枝头是走趋势上上 那么我们最好的参与点 最好的跟踪点在那里 我相信大家听了应该知道 我说这个趋势 我们就以趋势为说 就比如说我看趋势的话 我就看奥斯汀线 对不对 他如果说在奥斯汀均加陷阱 能够守得住 能够顶得住 那么我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潜伏 做个低吸 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啥问题 是不是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不是出来吗 朋友们 在操作这本事 一定要注意的 像中枝头这种发现的话 它也是属于轮动 你看今天中枝头个股的话 涨幅居群的 大家看它的一个走势 中仿标 中铁装配 中信 中层股份 中国软件 中国神华 发现没有 他今天涨幅居群的是基金类加什么 加科技类 所以它就是属于一个板块类的轮动 你只要不去轻易的追 就没有问题 我说这个可能很多人有疑问 我一直强调大家找人期票 板块里面的人期票 回踩到低点支撑 为了我们做个潜伏 它极大冲高了 我们就可以考虑落袋 如果你看这个策略区的话 你比如说今天中铁装配 是不是转了 中铁装配今天涨三个多点 大叔发现问题 中铁装配是属于中字头里面的什么 大基建方向 出现人期表旺的 虽然说它是属于大基建方向 但是盘子比较小 你看40多一盘 而且就是亏存股 所以像这种片的话 它的什么短期的波动就会比较大 是不是发现问题 你像 他每次打到下面的什么 60天陷附近 30天陷附近 他就出现 出现拉伸 出现进攻 是不是 这就是重点 所以你们我经常问 说哎呀 你不是老是说潜伏吗 潜伏进去一下 他拉高了冲高了 我就可以考虑减秤落袋了 那么做高抛低息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我就不知道怎么选 大家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出来了 我常常跟他讲一些板块里面的核心人期票 回踩到中央支撑 为了你做潜伏 他一拉起来 一冲高了 我们就做个检查 做个跑路就对了 所以策略 这个思路一直跟他们讲 一直跟大家说 如果你能够把握住 你能够顶住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除了这些之外 其他板块的话 就是一些权重方向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当下的行情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大盘能不能起来 能不能上涨冲过去 关键什么 关键要看大金融 看证券的表现 大金融证券不动的话 大盘是很难冲过去的 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能否强势去凸 去供3200 他才是关键 所以 这个方向 最好的策略就是什么 找一些有重组利好的 有重组预期的票 以后来怎么样 以后我们去做一个低息 做一个潜伏就好 他一旦出现放量拉伸 出去放量进攻了 我们就可以落袋了 我们就可以选择撤退的 这钱不就进到你的口袋了吗 大爵士还是不顺 那你看今天的证券板块 涨幅居前的是谁 涨幅居前的是谁 看到没有 首双证券 国联证券 东方财户 首双证券 包括方正 是不是又是前期的一些 那有重组预期的人期小票 是不是这些这些小票 你看像太平洋 像首创的这种出现一个 我在前面也跟他讲过 这种类型票怎么样 回到支撑为父亲怎么样 不就是机会吗 潜伏的机会吗 是不是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